今天是5月5号 然后现在是早上的8点36分 今天是五一加七的最后一天 但是是我开始上网课的第二天 然后这个网课的workload 比我想的多了那么一丢丢 所以我今天计划就是 现在先出门吃一个糯米饭 然后我就要找一家咖啡厅学习 然后meeting 然后又学习 所以今天这支work 就来记录一下上网课的一天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今天真的是突然降温 然后疯狂地在那里下雨 而且雨下的巨大的那种 这个天气也真的是很反常 昨天的巨热 巨热到36度 然后我现在就是回家继续学习 一个半小时以后就要meeting了 万万没有想到 开学的第二天就要meeting了 meeting完要在上一节课 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吧 哈喽大家 现在是晚上的8点03分 刚上完了网课 现在要打算出门去洗个头 因为我上周染了黑蓝色嘛 还剪了这个刘海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存在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怕初期褪色比较严重 所以我都去店里洗一下头 那我们就先出发吧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果然我这个发型 这刘海 连走回家的路它都撑不到 它就开始凌乱 我已经放弃了 然后现在还要卸妆换衣服 去锻炼一下 不要问我为什么先去洗了头 然后再来锻炼 甚至如果我晚去洗头的话 现在理发店都关得很早 那我就洗不了头了 所以我就只能洗了头 然后再出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折腾 然后今天就是继续我的 14天的Apps Challenge 这个Challenge就是连着做14天的 复博的一些训练 今天是我的第13天 那我们就去读吧 哈喽大家 我健身完了 我真的是 我休息了一会儿 刚刚简直觉得 我感觉我要热到窒息了这个温度 而且把这个头估计也是白洗了 这刚刚就出了巨多的汗 我也无语了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雜想的 算了 就这样吧 那现在也已经10点多了 我就准备洗洗睡了 那今天的这支Daily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一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拍 会剪 会更新的Vlog 可以见哦 拜拜